OMG 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豆欣又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你看到我的頭髮呢 我脫了眼鏡之後 我的頭髮呢 是已經蓋過我的眼睛 然後呢 本身我的頭呢 是 2 block 的頭 即是呢 後面這裡呢 應該有兩層的 現在你看到後面呢 只有一層 而且這一層已經蓋到我髮尾那一層 所以呢 這個頭呢 不剪都不行 我已經是 兩個多月沒有剪到我的頭 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今天我就要自己剪頭髮 這次我要挑戰呢 就是透薄上面這一堆 總之就是非常大的工程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剪頭髮了 好 我今天呢 預備了的東西呢 就是 剪刀 和一個透薄的眼 這樣的剪刀 兩種梳 我不知道用哪種好梳 我就 隨便 我的橙 這個才是最致命 這條線呢 是髮型師很久之前呢 第一次幫我剪頭髮的時候做的髮線 所以我不會怎麼弄它 我現在會是 乾剪了先 我會先從 1cm的長度剪刀 現在是我的process 好了我覺得我這樣已經做完第一層的東西了 我們現在 你的髮技線是如此之高 Move to the next part 現在呢我們就要6mm 3mm去到耳朵這個位 1.5mm是最大的 1.5mm 然後0.5mm呢 1.5mm 同一個步驟 我去第二邊 我不知道我弄這裡做什麼 我還是批了 我一定批錯東西剛剛 我批錯東西是4.5mm 白痴 左手 很恐怖的左手 我已經錄了31分鐘 OMG 這是什麼事 我就是說剛才錄錯了一個 左手 可以吧 這樣 很痛 頭髮不斷黏著我 我知道我很不舒服 然後呢 看我現在的頭 1 2 3 這個是before 我也看不到自己的眼睛 對 這樣跟剪草沒有什麼分別 沒錯 你的頭髮看起來完全像草 OMG 我自己剪了一條線出來 我接受不了 笨蛋 如果等一下我真的fail 就應該是剪刀那部分 因為剪刀我沒有拿過 我這個是 右 這個應該是左耳頂 但我這裡是不平衡的 這條線 你為什麼不用完剪頭髮 兩邊 兩邊是對稱的 好 next step 將頭分開三角 什麼是分開三角 衝出 這條線在那邊 尾角 別聽她的話 她不知道怎麼剪頭髮 呵呵呵 別裝了 她只是假裝知道如何剪頭髮 結果如何呢 我剛剛終於剪完頭髮了 頭髮結束後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還是... 頭髮為什麼還是那麼長 好像蓋著眼睛一樣 方便我可以做其他中分也好 七三分也好 有些長一點的頭髮 可以做一些比較正一點的髮型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我的頭髮變成怎樣 OK耶!我自己覺得是OK的 如果你揭開它呢 就會看到我那兩件 我很喜歡這兩件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次我這麼fail 都算... 不...其實我覺得是算成功的一次 那肯定是失敗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怎樣剪這頭髮 那條影片就在下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like 然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我的鈴鐺 就要第一時間知道我什麼時候剪片 然後就share和comment quarantine期間不做事可以做什麼好 自己剪頭髮 所以就... 哈哈哈看完你的視頻後 我不想再剪自己的頭髮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